上班了 看我们这个 做的东西 看这个 这个有点麻烦啊 一大块料洗成这个样子 这是现割割的 然后磨床又磨的 这个要求挺高的 NC做的上面这些孔 哎 先开机台 这边是车床 你看车床做的东西 哎 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桶啊 是黄桶还是皮桶啊 这么大一个桶 车成这个样子 车床就是做的 都是三件 你看没有 这边 都是两件两件的 看 大部分都是一件两件 一件两件的 三件 车床最近 找了一个师傅 又是这个玩意儿 像个酒杯一样 前天都做过一次了 车床的东西 很多都是要热处理的 看一下是不是 大部分都要热处理 看到没有 五十 五十五度加三 大部分都需要热处理 这个也是 五十五度 大部分都是硬料啊 我们常做的这些车床的东西 都是很多都要热处理 而且还说白了 这些活都是 有车系复合 特别好做 如果没有车系复合 就是车床做完 NC做 就比较麻烦吧 如果有车系复合 做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很快的 因为很多 都上面 你看 像这种有平位的 还有一些孔啊什么的 都是这样的 哎呀我们车床 其实也不好干 散件太多了 开机台 上班